台湾的趣味是在夜市里面常常可以感受到生命力 就像这位卖手摇茶的老板 他为了生计在夜市出入 人生体验特别丰富 16岁就是开始在摸茶 然后也没人教你 就是慢慢自己学 自己调配乱喝 然后吸取老板的经验 然后客人的经验 这个是菊花的一种 攀仁寿说茶不分贵贱 调茶摇茶的人花心思就会好喝 16岁高中时期 眷村少年赚零用钱 在路边小店打工摇茶 单纯的快乐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其实也可能是 蛮难严肃的攀仁寿 煮茶时神情是很认真的 但当初接近茶跟后来卖衣服原因有点像 帅啊 拿个摇杯 哇 看他丢来丢去摇一摇去 我就蛮帅的 这样我做这个应该吧台 应该女生会很喜欢我 当时最快乐的那一杯就是 我是靠我自己 然后乱调乱做 做出来的第一杯奶茶 我觉得也太好喝了吧 可是我给人家喝 人家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一项自我感觉良好的攀仁寿 可没被打击到 一边耍帅摇茶 一边自己试着混搭调配茶 那种快乐 因为你是无从 你是从没有到有 全部都是自己啦 在乎自己的创意被肯定 也喜欢光鲜亮丽 派人受在乎美感 现在的两家茶饮店 每个角落都摆设得足够 打卡拍照个没完 退伍后他在夜市卖衣服 客人喜欢他批的货 他可以穿得漂亮 还有钱赚 好像也蛮开心 品味得到顾客欣赏 十年时间他从夜市小摊 坐到走进百货公司 带领日系服装开专柜 眷村孩子以为自己熬出头了 但几年后就遇上金融海啸 这才明白下坡路也不好走 又说到金融海啸 现在这几个是听起来 还是会冒冷汗 冒冷汗 你在一夕之间把所有的存款 全部抬光了 那你还有负债 我可以马上转现金的是什么 所以就一一把 我第一个就是先把 全部东西全部列出来 鞋子 那以前收集的老沙发 电灯 老电灯 可以卖的 朋友可以收的 全部都 全部转现金 过去闲情意志收集古董 负债千万十 一样都留不住 还赔上父母的退休金 爸爸打电话叫他快回家 盼人寿几天睡不着 人生最低桃的不是那个点 是因为你要去买一杯饮料 你身上没有钱 你是不敢出去的状态 闷了三天盼人寿鼓起勇气 回到四年前他离开的地方 灯光明亮 热闹轻松的夜市 当时他要去百货公司 开店好风光 再回来一无所有 好怕熟人会点头之交来问 开车吧 利尔利尔 来来来 那三天的沉淀期 我还觉得既然我要回去了 那我就是不在乎所有舆论 因为我就是一个字要签 他想起父母的教导 没钱没关系 不能被人看不起 人情债难还 他甚至不敢向朋友借钱 宁可去借高利贷 常常当天赚的马上还光 你赚的每一笔钱都不快乐 为什么 因为都不是你的 爸爸以前也是很好过 然后到最后也是负债 但是因为爸爸也很认真 然后就是也是很认真 在度过每一天 也是很认真把我们 就是抚养长大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负债 听起来当然觉得可怕 他被来台南读书的王怡婷 刻意在夜市摆摊 刚好就在攀仁寿着夜市老鸟隔壁 但是你身边这个男人 有没有那个肩膀 有没有这个责任 去愿意担下这些 自己为自己成 就是所做的事情 愿意去承担 愿意去面对 我觉得这其实比负债来的 重要很多 人生低潮 任命的攀仁寿 郁闷低头回夜市 却就在这时 遇到未来的人生伴侣 王怡婷看见她的努力 也不怕她一身债 因为看见她 勇于面对 愿真在还债 她真的很认真 就是很认真在做每一件事情 然后也很负责 而且我觉得 她的心态都是很正面 就是她从不抱怨 只有一次她抱怨了 太太买卖新开茶饮店的手摇茶 盘仁寿喝完觉得 这就叫好喝 不服气让她想起 十乐岁时调查摇茶的成就感 然后喝完跟我说 这样是叫好喝吗 那我泡给你喝 我也想说 你不是就卖衣服吗 你会 会做茶 那时候我第一杯做做奶茶 是我们自己 我自己骑着摩托车去卖的 我们就说先做网路的 因为你没有钱开店 什么都没有 你只能排夜市 排完之后 收完汤差不多晚上12点多 都快一点 然后就开始煮茶 煮茶弄完之后 你隔天早上差不多11点多12点 开始摇奶茶 摇到下午差不多2、3点 因为一天做不了几罐啦 差不多50罐差不多吧 几乎不睡觉地拼命赚钱还债 但她还是坚持住 每杯茶要用手摇 守护着少年回忆的纯粹 当然啦 你用手摇的 你冲击力比较大 你发酵速度就快 那你发酵速度快的话 它会一瞬间 把味道全部提出来 急需要钱 还是守住别人眼中的 龟毛原则 宁可跟陌生人借钱 卖茶饮坚持用手摇 只用台湾茶叶 茶还要早煮好 发酵逼出香味 机器摇的跟手摇的 就还是有差 可是特别是用铁杯摇 白铁杯摇 塑胶杯也不行 她想起去日本批货时 看到的满街贩卖机 也在台南街角拜拜看 因为自己待过夜市 知道说夜市 夏天热的时候很热 冷的时候很冷 它万一又下雨 把这么小的孩子 带在这种环境 就是尽量能够不要 有了女儿 小夫妻俩想换种生意 做习正常 好好陪小孩成长 试过卖宠物食品等等副业 最后却是奶茶贩卖机前 半夜大排长龙等他补薪货 老天似乎要带判仁寿走回初中 二十多年后 判仁寿做回第一份工作 手摇茶 客人如果喝到直接跟你说 这茶真的很好喝 你其实那种成就感 其实是卖衣服 因为衣服毕竟不是你自己车的 你从煮茶 然后到摇出来 然后亲手交给客人 那个温度整个呈现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对 你是真的是用心 慢慢一点一滴累积 做出这杯茶 那些茶就跟自己的小孩 其实很像 孩子被人欣赏 有人远从北京来 希望带礼 夫妻俩真的带着台湾茶叶 去北京试着冲调 台湾大家都知道很超湿 北京真的很干燥 大陆人跟我们的口味 其实也不太一样 所以都是需要去做一些调整 怕也是怕 当然也是怕 毕竟这个品牌 我们是真的是很辛苦 慢慢一点一滴经营起来的 但是任何事情 你不去尝试 你怎么知道 富人寿还是在尝试 还是有债要还 但现在多了女儿 人生真的不一样了 若不是被债逼回夜市 也不会遇见 愿意陪她打拼的妻子 我还是认为说 只要你敢去面对 所有一切的事情 其实大家 朋友们 家人 都会给予你相当的支持 跟鼓励 那说穿了吗 好跟坏 也是要找到的自己手中 你不努力什么就没有了 抱怨不会帮你咸鱼翻身 只有努力才有可能 有事有希望 人生就是勇敢尝试